巴东家里土崩事故敲响了过度开发土地的警钟 是的 环境组织森林揭壁计划就揭露 云顶高原一带有超过14,085英亩的土地 已经获得政府批准有待开发 其中还有多项未来发展计划 涉及了环境敏感地段 抵触环境局规定 森林揭壁计划发文指出 这14,000多英亩带开发土地当中 但是文东县的土地发展建议所占用的土地就超过了八成 涉及地区位于云顶高原东部和真的拜一带 用来兴建房屋和商业区 涉及一级和二级环境敏感区 云顶特别地区规划所建议的发展项目 更是在土崩地点的旁边 这个组织还直接点名一些企业的发展项目 位于环境敏感区 抵触了环境局规定 森林揭壁计划就表示 以上项目和计划都涉及敏感地段 政府尽敢放行 让他们大感惊讶 为此这个组织就促请彭亨和雪珠政府 喊停相关地段的发展工程 避免过度开发造成严重后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